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现在很多家庭里都会看见鱼缸 家中摆放鱼缸如果摆对了地方 就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错的运势 但是如果摆放位置错误 则会给自己带来坏的影响 那么家居鱼缸摆放风水 有哪些禁忌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一,鱼缸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A,鱼缸切勿摆在财神之下 正如俗语所谓财归财位 所以福禄寿三星这类财神 便应摆放在当旺的财位 这才能锦上添花 若把财神摆放在鱼缸之上 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鱼缸本应该放在住宅凶房 倘若把财神摆在鱼缸附近 这便于财归财位的原则矛盾 而且把财神摆放在鱼缸之上 那便犯了风水学的正神下水之计 会有破财之余 B,鱼缸不宜放在吉房 任何住宅都不可能实权实美 总有些外煞之类的存在 用鱼缸来化解外煞是其中的一个巧妙方法 风水学中的拨水入灵堂的说法 所谓灵堂是指湿运的衰位 其意是指把水引入湿运的方位 可以转祸为祥逢凶化吉 因此鱼缸一摆在胸房 而不一摆在吉房 C,鱼缸不宜过大 太大的鱼缸会储存太多的水 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讲 水固然重要 则太多太深则不宜 而鱼缸高于成人站起来时的眼睛位置 便是过高 因此客厅中的鱼缸不宜过大过高 尤其是对面积细小的客厅更为不宜 D,鱼缸切勿与炉灶相冲 鱼缸多水 而厨房的炉灶属火 因为水与火相冲 故此客厅的鱼缸 倘若与厨房的炉灶形成一条直线 这便犯了水火相冲之计 鱼缸与炉灶对冲 会对家人的健康有损 原因是水火相冲 水能克火 受害的是属火的炉灶 而靠着炉灶煮食的家人 也会因而连带受害 此外 鱼缸摆放应尽量避免与神台 成一条直线相冲 一 鱼缸切勿摆在沙发背后 从风水学角度来说 以水来做背后的靠山 是不妥当的 因为水性无常 以之作为靠山 便难求稳定 因此 把鱼缸摆在沙发背后 一家大小日常坐在那里 便会无山可靠 影响宅运的安定 而若是把鱼缸放在沙发旁边 则对住宅风水并无妨碍 二 鱼缸风水 一 什么样的人适合养鱼 鱼离不开水 所以适合养鱼的人 肯定是八字五行洗水的人 夏天生的人八字火旺比较缺水 适合养鱼 特别是八字火焰土灶的人 最适合养鱼 还有一种就是八字用神为水的 也可以养鱼 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用神为水呢 这个可以通过自己对自己运气的总结 来发现这个规律的 比如你每逢下半年的时候 往往运气比较好 而上半年的时候运气就比较差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运气最差 这种情况往往代表着你是五行洗水的 反之 如果你是冬天生的 或者八字五行不洗水的 就是不适合养鱼的人 二 鱼类及树母遗迹 饲养鱼类具有催险财运 及化解煞气之用 若想催旺财运 以金鱼为大众首选的饲养鱼类 具有催旺财运 及化解煞气之用 尤其是金色或银白色为佳 由于色泽的五行属金 在金生水的帮助下 有助加强财运的力量 其他颜色如红 紫或橙色等鲜艳色调 同样具有催财作用 至于想化解屋内煞气 可以选择深色的鱼类 黑魔力 黑色锦鲤 以及食人昌等 至于命格寄水的人士 亦不宜选用养鱼摧财 至于五行嵌水及火望者 更可以养鱼 达至综合命格之用 另外 从事不同行业 与选择鱼类亦有所不同 若是从事正当生意 或者是一般文职工作者 养金鱼或锦鲤等为佳 若是从事偏门生意 或者先交货后收钱的偏财工作者 则以养黑魔力或龙兔猪等为佳 养鱼的数目以八九条为集 三 位置不宜太高或太低 另外 鱼缸的位置不可过低或过高 若放在西部以下 便数太低 鱼缸不能发挥效用 而若放在头顶之上 则会变成淋头水 对家人的健康运不利 四 即正对大门口的鱼缸款式 有人喜欢把鱼缸摆放在对着大门的位置 误求一打开大门 便看见鱼缸已增加旺气 但某类型的鱼缸 其实是不可对着大门而放的 例如 设有镜面的鱼缸 因为在风水穴上 净对大门属不及的格局 这会反射财气出家门 试问这样又如何摧彩 五 切记一池死水 在风水穴上 水是流动性大的物质 而最理想的水势是 动中带进 风水鱼的作用 便是要水净之鱼 也使水内有暗洞 鱼群畅游 就可带动水流转动 鱼而摆动身躯 带动水流 具有启动的意向 事宜至于流年的八白当旺才为 若水中无鱼 只是一池死水而已 对化煞聚财之力便不大 当然 大家依可利用气泵令水转动 但恐怕这种做法过于造作 有水素不具财之鱼 六 保持生气和清洁 平日亦应该保持鱼缸清洁 以免影响运势 养鱼 鱼死了要补 死一条补一条 要不然有破财之鱼 但是如果全部死光了 单纯不要养 因为这样表示 不适宜养鱼 或者家里环境不适合 七 鱼缸不可过大或过小 鱼缸的大小 要与家居面积配合 一般而言 五十平方米左右的住宅 不易摆放太巨型的鱼缸 而一百平方米以上的住宅 若只摆放小鱼缸 亦难有催财化煞之用 三 鱼缸风水摆放 一 哪些地方适合放置鱼缸 按照八宅吉凶方卫论法 才位在进门之斜队角处 故此 业主可在此位置 是实际安置鱼缸 盆栽等来调整室内磁场 二 哪些地方需要鱼缸 风水学认为 有梁 角柱的位置 均对财气不利 而财气弱位 可利用鱼缸放置来补墙 三 鱼缸摆放背景的选择 鱼缸摆放位置上 用黑色作为背景 更有利于其发挥功效 让鱼看起来也舒服一点 同时 如果鱼缸靠墙放置 一定要想办法 把鱼缸后面的墙体遮住 因为那样鱼和人 就会慢慢的被墙上的阴气 把运气浮起吸走 所以不能让鱼缸靠墙的背景是空的 要用遮挡物隔开 四 鱼缸风水讲究 养鱼一条罗汉鱼 是贪狼心寡 能增强桃花 有利于未婚者 养鱼两条罗汉鱼 是巨门心寡 属病符 助家人健康欠佳 容易染病 但却利于家务所 养鱼三条罗汉鱼 是鹿存心寡 助招惹是非 家人一官非 口角 但利于律师楼 养鱼四条罗汉鱼 是文曲心寡 主聪明智慧 有催观效应 利文职人员 学生 及政治人物 养鱼五条罗汉鱼 是连针心寡 主加油祖制 养鱼六条罗汉鱼 是舞曲心寡 有利从事武职 及公务员 主职业稳定 养鱼七条罗汉鱼 是破军心寡 属凶行之一 主盗窃 容易遗失物品 或贵重之物 养鱼八条罗汉鱼 是左辅心寡 为旺财之数 主大力财运四宅地产 养鱼九条罗汉鱼 是右臂心寡 乃下缘之父母术 主家庭融洽 家运顺利 财喜迎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 时时心清静 日日 世吉祥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